目前气象鼠其实预估这个凯米台风很有可能在深夜的时候 大概是在宜兰花莲一带这个地方会登陆 可是它还没登陆之前 这两天我们的雨下得有多可怕呢 你光是看看这个雨已经下到从原本的紫色 甚至已经接近白色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累积雨量都是下在这个地方 所以包含了宜兰县的太平山的累积雨量 已经将近要来到了1000毫米 还有包含像是宜兰县的翠峰湖 这边也845毫米 另外像是花莲 秀林乡这边 累积雨量也来到了600毫米 这个雨还会持续在下 因为它现在根本就还没有登陆 所以后续到了明天后天都还会是整个凯米台风 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间点 尤其这个时间点 现在有哪些地方这时雨量正在下呢 我们透过了雷达回播图要带您进一步来看到 现在的雨其实还逐渐在灌了起来 北台湾的观众朋友你可能会觉得 现在的雨好像稍微停缓下来 但是这个原因我们要告诉您的是 主要是因为现在凯米台风 原本在接近靠近到台湾 花莲一带的近海的时候 因为受到了地形影响 所以它是稍微的往南移动 结果在往南移动的同时 现在它距离台湾大约是40公里的海面上 你会觉得好像很近 可是为什么还没有登陆 主要是因为它这个台风 它这样子移动的同时 它必须要等到它的这一个台风 它的移动的路径 在持续的往北偏进来的时候 它的路径才会这样子往北转 再次碰触到我们的陆地 所以现在它的中心点 在逐渐往北转的同时 预估在深夜的时候就会登陆 最有可能登陆的地点 可能就在宜兰花莲一带 那么预计在登陆之后 在明天的清晨 很有可能是在五点到六点这段时间 在陶竹一带很有可能就会出海 可是在它今天入夜登陆之后 后续来的雨就会更加的明显 所以包含了北部地区 这个雨就会开始逐渐带了进来 而现在以这个时间点来讲 雨下了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呢 其实要注意的是 包含了屏东北大武山这边 这条雨带非常的明显 这边的雨其实并不会输给花莲一带 所以这边这整个新南气流带进来的雨 一定要小心 现在这条雨 如果说在整个台风登陆之后 这边的雨跟着就会移到进来 而且也会往北移动 甚至包含了南部地区 都会受到这个剧烈降雨影响 所以现在屏东的降雨 食欲量大约也来到了 60到80毫米之间 一定要特别小心 那么更详细的台风路径图 我们透过了浅势预测 要带您进一步来看到 现在凯米台风真的就在我们的家门口 距离花莲南南东方 大约只有40公里 持续往西北的方向来移动 尤其它现在七级风暴风半径 可以说是笼罩全台湾 七级风暴风半径 已经来到250公里 甚至十级风的暴风半径 也是这些比较核心的 强降雨的区域 现在就集中在花莲 宜蘭 还有包含像是中部的山区 所以更明显的降雨变化 我们透过了影响时间表 带您进一步来看到 这个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这段时间就会是最明显 现在这一个时间点 花莲这一带雨势是蛮强的 还有包含了宜蘭一带 而另外在它登陆之后 北部地区的雨也会开始再下 而且北部地区的雨下之后 这整个台风登陆之后 在它出海之前 所有的雨都会这样灌进来 还要留意的是 整个新南气流一进来之后 南部地区的雨将会持续到了周五 所以这一个时间点 可能这个雨你感受上 还不是这么明显 但是到了入夜 明天之后 这个雨将会是越来越剧烈 尤其今天因为在整个台东 还有包含了花莲 浊西这一带 因为刚好是属于被风测 所以在今天晚间 其实花莲浊西 你可能会觉得这边天气 好像不是很稳定 结果还出现了焚风 今天在花莲浊西这边 高温还飙到了36.3度 所以这样子的剧烈天气 影响情况下 提醒大家一定要随时 掌握最新的气象资讯 时间再给叶涵 好 一连串最新的消息 强台台米步步进逼 气象鼠预估今天晚上 台风将会登陆宜兰 或是花莲一带 那么未来持续性的猛烈雨势 恐怕才正要开始 我们来听听看 气象鼠的最新说明 强烈台风凯米正在侵袭我们 今天晚上到明天 预计就是它影响最明显的时候 气象鼠持续针对 全台所有的县市 发布陆上颱风警报 我们首先从颱风的路径图上 来看台米台风的整个移动 在画面上 实现是台米台风过去的位置 在过去它逐渐接近的过程中 另外开始受到地形的影响 路径出现一些不规则摆荡的现象 尤其在今天下午大约三点过后 台风的中心明显出现往南偏移的状况 而目前台风来到了花莲 大概南南东方大约40公里的海面上 而在过去一两个小时 台风中心开始出现打转的一个情形 我们预估今天晚间到深夜 台风的中心即将可能登陆台湾 但是登陆的地点将会受到打转之后 北转的角度会影响登陆的地点 所以气象鼠正在持续密切的观察中 而在它影响的整个过程中 我们也可以从雷达回坡图上看到 从雷达回坡图可以很明显看到 台风的中心由往南偏移 并且目前开始由往东南 呈现一个逐渐转圈的一个现象 而它往北转的这个过程 就会影响到它登陆的地点 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这几个小时 台风中心结构比较扎实的 这些核心雨带 陆陆续续的影响了宜兰的南方 以及整个花莲沿海地区 所以在今天下午 气象鼠也陆续针对了 花莲的沿海乡镇 发布台风强风告警 提醒有破坏性的强风出现 而除了台风核心雨带 带来的强风好雨之外 也可以从画面上看到 目前台风的环流 已经几乎影响了整个台湾 我们尤其要特别提醒在中南部地区 可以看到目前这边吹的是 比较西北风到偏西风 因此整个风向是往我们的地形 以及山区来吹的 所以整个迎风面受到地形的举声 降雨的状况也会非常明显 而且持续 确实现在凯米台风 它是一个强烈台风 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是 今天晚上到明天这段时间 就会是风雨全台湾 最明显的时候一定要警戒 尤其现在以凯米台风来讲 它距离台湾的位置 大约只剩下中心部分 大概剩下20到30公里而已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 它几乎就是在我们的近海这边 不断地打转 预估在深夜的时候 中心就会登陆我们在宜兰 或是花莲一带的陆地 但是为什么除了要关注 这个强烈台风凯米之外 还有一个关键点是 现在这整个凯米台风 它的强度这么的强 跟极端天气 是不是也出现了什么样的关联呢 尤其我们都知道 今年下半年开始 已经是反胜阴年 所以现在在整个太平洋上面 海面上面 西北太平洋这边 海温相对是比较高 目前的海温条件 大概都来到30到31度 是非常有利于台风生长的 可是过去 其实要生成强台的距离 都是拉得非常的长 这一些台风 它们必须要在海洋上面 吸满了满满的海水的能量 所以过去其实要生成强台 大概都是从关岛一带 大概是从这个地方 开始一路来吸收 这些海水的能量 才增强为强台 但是带大家进一步来看看 这一次凯米生成的位置在哪里 其实就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上 这个地点对比过去 其实我们都说了 反胜阴年 生成台风之后 距离台湾 等于就是在我们的家门前 所以我们一再提醒大家 预警的时间会是相对比较短 所以原本大家预估说 距离这么的短 就算海温再高 可是它靠近台湾的时候 可能是到中台 甚至到中台上线 没想到现在 居然是升级成为了强台 你就可以想见 在这样的极端条件之下 现在居然连台风 就在我们家门前也很罕见 已经升成为了强台 而且距离对比过去 在海洋上面的时间 大概只剩下二分之一 或者是三分之一 你就可以知道 现在极端气候之下 没有最剧烈的事情 只会越来越剧烈 所以也要再提醒大家的是 至于今天晚上到明天 这个雨到底会怎么下呢 尤其现在整个雷达回波图上面 你也可以发现 它就在我们的家门口了 如果说在今天深夜登陆的话 预估在明天清晨 五点到六点这段时间 可能就会从新竹 或者是桃园一带 直接出海 但是出海之后 北台湾的雨 开始慢慢地缓和下来 后面还有什么 就是除了包含了西北风之外 还会有西南风带进来 这些水汽呢 其实在整个台风的水汽 影响情况下呢 会是出生了超大豪雨等级 所以降雨很明显的 最明显的时间点 就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一整天 整个西半部地区呢 都会是属于超大豪雨的警戒范围 尤其这些紫色 甚至呢 已经紫到发白的地方 一定要小心 风雨都会是最剧烈 今天呢 累积最多的雨量呢 就出现在宜兰的大同乡 这边累积雨量 两天已经来到了900毫米以上 这样的雨还会再持续累积 尤其到了星期五之后 整个北台湾 雨势呢 会开始地趋缓下来 可是我们一再提醒 在它过山之后呢 整个西南颈风被引进来之后 南部地区这一个雨 还会再持续下 所以在未来的这几天 包含了北部地区 先是要警戒 而至于中南部地区 要一直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都还不能大意 以上是这节最新 花林秋林乡和平村的村民 不断将物资搬出来 受到凯米台风逼近影响 风雨越来越大 他们被强制撤离 其实你们你们去那边撤 可是结束回来的路段 也都是很危险的 对 其实香港都有跟现场反映说 你们这边的需求 和平村工作人员到和人社区 强制撤离滞留的居民 秀林乡公所指出 有14名秀林乡居民 先切结束不愿撤离 由于下午风雨不停增强 和平村长于警销前往和中和人部落 实施强制撤离 途中因为雨势过大折返 部分居民就近安置水泥业者办公室 就是不愿意离开 这个住了大半辈子的家 因为要是避风港没了 民住到底该何去何从 再来看到宜兰三星 道路上大雨打在路面 风吹的树左右摆动 来到宜兰三星乡 风势与势不断增强 路上几乎看不到人和车子 可以看到现在周围的路数 都有一些倒塌的状况 所以我们刚刚在旁边 是稍微暂停了一下来观察 因为这个风速是一阵又一阵 你看它这个角度是直接 已经快要贴近地面了 刚所有经过的车辆 全部都小心翼翼的要来避开 一般都是土石流 还有水比较大一点 严重是会怎么样 严重 就是说你刚刚说的 凑寸的意思 树木连跟拔气就看得出来 风势有多强劲 由于开米禁闭宜兰 越晚风雨越大 提醒民众外出千万要小心 东斯新闻妙梦杰 带直间宜兰报导 民众穿着雨衣雨鞋过马路 只是这风跟雨实在太大 两个人蹲低身子 快步走到对街 地上也全是积水 宛如一条小河 这里是花莲和平村 风雨真的很大 从另一个角度看出去 窗外的路数 电线杆通通都在空中晃呀晃 似乎随时都会被风吹倒 台九县和人隧道北口往和平村方向 真的是风强宇宙 因此和平村村长在和人时还过得去 但前往河中部落时 路完全看不到 连车都在晃 另外在和平捶泥场内 也有大树被吹倒 现场满木窗移 满地都是树叶和树枝残骸 不止一棵树敌不过墙峰 花莲市区内好几棵路树都接连倒地 躺在马路中间几乎是连根拔起 占据整条马路阻断交通 而花莲沿岸海浪也被风吹得越打越高 甚至直接翻过防波堤 喷出超高水花 历者人目前就在花莲的七星潭 我们透过镜头 每一个整点都告诉观众 花莲的台风越晚 影响会越强劲 虽然刚刚看过画面 可能会觉得花莲的雨势跟风 都没有相对其他 宜兰啊东北角这么大 不过呢一个转眼之间 强台的威力马上就展现 不只呢浪 在七星潭的浪呢 掀起一整片的长浪 涌个超过大概比早上的八米 还要高上非常的多 花莲地区越晚 风雨越来越大 狂风中夹带雨水 这次凯米台风威力 实在是不容小觑 我们新闻花莲报道 高雄西子湾狂风吹不停 大浪打上来 险向还生 夫妻冒险观浪 太太不敌狂风被吹着跑 下着抱着树不敢乱动 她在你都还抱着 她怎么不在家里躲台风 她说在家里 你出来扯雨的 这算大了 要跟她出来看妈妈 看妈妈 我看你怎么会 风头上都没有穿那样 那是鱼 那是鱼 鱼得轻 风就吹鱼了 好 不然不然我比较大 在高雄弥陀区最大撤得十级的阵风 而在西子湾这边风势也是非常强劲 光是很多地方多处震风达到十级 镜头转到临雅区 东正跟民族路口 这风真的不是开玩笑 骑士被强风吹倒 超级狼狈 这两名骑士也是被瞬间强风吹倒 另一名骑士见状 紧急停车上前协助 风真的很大 一样在临雅区自强三路八五大楼旁边 民众过马路不敢撑伞 有的勉强撑伞的也是寸步难行 镜头转到左营区 这风雨也很吓人 不过白货公司有开 不少民众冲进去要躲台风 凯米台风发威 从早上九点半开始 高雄突然风大雨大 行人被强风吹到进退两难 现在是刚开始起风 刮风下雨 也呼吁民众千万不要 掉以轻心 在家防台最安全 东森新闻寸配杨瑞明 蔡上林淋浴信在高雄的 采访报道 枪风咻咻吹 下一秒铁皮屋顶被吹飞 花莲美轮一处顶楼住宅 被楷米摧毁 整面瓷砖墙壁从六层楼高 惊悚坠落 碰一声砸中零停车辆的后车厢 吓得驾驶立刻往前开 但车身扁掉 留下大量残骸和碎裂瓷砖 在原地 还有民众目击 露树的树枝和树叶就像气球般 在空中飞 相当危险 撑不住 撑不住 撑不起来 傍晚还有民众骑摩托车上路 险些被强风吹倒在地 花莲风墙雨众 民众没事 还是呆在家里坐 东四新闻 黄一鸣在花莲报道 不敌强劲的风势位在花莲秀林 和平村台九县 144.9公里处的监视镜头 直接被吹到镜头朝地 台风开密24号出路后 狭带的强风豪雨 全台各地的监视镜头也严阵以待 但同样在花莲秀林的和平村 由于雨势太大 就算这个镜头没有被吹歪 台九县附近其他监视器 画面上全部只能看到雾茫茫的一片 连一台车都看不见 另外再来看到首当其冲的苏澳 苏澳新火车站附近的及时影像 分隔岛中央的陆树 也被强风吹到不停摇晃 随着时间越晚 风势雨势只会更加强烈 民众尽量避免出门 透过各地的监视镜头 来掌握凯米风雨 带来的最新灾情 东新闻综合报道 基隆其实庙口夜市晚上 还是有一些店家继续营业的 甚至还出现了排队的人潮 马上连线记者卢雅珍 好的 主不过观众 现在记者仍是来到了 基隆庙口夜市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在凯米台风的 这个威力之下 现在的风雨 已经是有一点点的减少了 所以今天的店家 都部分是有开门的状况 也可以看到有民众 是不远千里来到这里 甚至出现了不少排队人潮 我们来听听现场店家 和民众的最新说法 今天基隆整个状况挺大 还好 风雨不大 那有没有预期今天游客会比较多还是比较少 应该不会很多 就这样 因为想说雨还好没有特别大 就出来逛一逛顺便找吃的 算人还还蛮多的 好的 可以看到尽管是台风天 这个逛夜市的人潮依旧是不减 甚至还有人是从新北市 不远千里来基隆 特别来逛夜市的 但不过还是要提醒民众 这次台风是墙台 而且预计威力是从今天晚上到明天 清晨会是最为强烈 所以提醒民众在外面 还是要特别小心 而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形 让我们把镜头交换给棚内主播 好 今天晚上风雨最强的地方 应该宜兰花莲感受是最深刻的 因为这里最有可能是登陆点 所以今天晚上宜兰真的是首当其冲 我们在宜兰市就发现了风雨非常的强 到处都是残枝落叶 马上连线记者苏梓杰 好 这种开平台风现在是持续的进逼 而且对宜兰的越晚 其实是风势与时是越强烈的 尤其我们现在所在的宜兰市区 其实现在风势真的越来越强 您可以看到现在整个主要的干道 中正路上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是残枝落叶 而且就占据了两个线道 所以刚刚看到可以看到的这个车辆经过 就像是限时版的卡丁车一样 都要慢慢的通过这整个路障 这个残枝落叶 真的是要九弯十八管 才能够顺利通过这一整个路段 而且现在风势有多强烈呢 透过我们镜头往上看 其实整个树干呢都已经被风势给吹落了 而且其实整个那个树叶都已经不见了 就是这个凯米台风的风势真的真的太强 所以现在路面上呢全部都是这个残枝落叶 您看到刚刚车辆要经过的时候呢 真的是非常的克难 都要这样子放慢速度 才可以小心避免来直接经过这整个路支 所以呢其实您可以看到现在越晚 整个宜兰的风势雨势是越大的 尤其在入夜之后到了明天早上 其实对宜兰来说是整个雨势风势最严重的时候 所以其实基本上呢在现在 整个风势呢在宜兰市区就已经达到了十级阵风 甚至一度会到达了十一级阵风 所以真的要特别提醒您 如果你入夜之后有必要要到宜兰这边来 真的要千万特别注意你的安全了 以上像最新我们把神镜头交还棚内 台米台风离苏澳好近好近 风雨加剧刮起十一级强阵风 黄色风所限被拉起就怕有人闯入 这个箱子啊这个桶子啊 原本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刚刚呢一阵强风之后 整个呢它的桶子就已经往前滑动了 波涛汹涌的巨浪拍打上岸 来到苏澳的一处海滩 浪高来到毕竟六公尺 但是我们现在看过去啊 已经完全看不到海滩了 甚至你可以看到前方的这个海面 已经快要看不到了 反而呢可以看到是一波一波 非常高的这个浪啊不断的拍打上来 招牌直接砸落下来 不只在鱼杠道路上巨型餐厅看板 不敌墙台凯米应声掉落 警方立即赶往在场进行浇灌 一整个招牌直接砸落下来 它面积相当的广阔 占据了双向车道 那剩下呢它从上面砸下来之后 幸好当时并没有人车经过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同时画面上可以看到 吊车机警方在一旁等待 而上方还有一层帆布 不断随着墙方摆动 随时就要掉落下来 看起来相当危险 这个上面的这个铁砖 这个瓷砖呢是通通都斑驳 掉落了下来 就是在刚刚突然这个阵风超级强 就直接把它吹破下来 而在南方澳的超商 铁砖门只开一半 一旁瓷砖掉落 骑机车踩买的民众 还应与世受惠于衷 很多人都没有采用这点 台米恐怕会刮起 14到16级阵风 如果没事真的别出门 东南宣传卫卢志杰 陈湘宇 洪泽瑞 妙梦杰 宜兰苏瓦报导 台米台风已经来到家门口 到底台风什么时候会登陆 还有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间 又会在什么时候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书里 好的 我马上来透过雷达整合图 就来看一看 那么到底台风中心 凯米的中心到底在哪里 有可能在什么地方登陆 事实上现在整个凯米台风的中心 就在我手笔的这个地方 真的已经离花莲市的陆地 非常非常近 只有30公里的地方 可是它现在真的做高管 因为它现在原地 呈现一个打转的情况 所以也因为这一打转 所以它整个登陆 不要以为已经在家门口 很快就会登陆 看起来这登陆的时间 还要拖到今天的深夜 不排除是在今天深夜的10点 或11点这一段时间 不过我们要特别提醒 因为它这个中心 已经离花莲的陆地非常的近 尤其这中间核心 最核心的燕墙 已经在袭击花莲地区 所以气象署也提出了强风的告警 因为包括了像是花莲市 吉安还有新城跟秀林 要非常注意 因为现在这边花莲市 已经出现了14级的强阵风 而且在这个雨量的部分 现在在花莲市 这边的这个时雨量 也都出现了破百 达到100多毫米 这样的一个时雨量 而我们也仅看到 因为在整个中心要登陆之前 会跟陆地做一个交互作用 所以也呈现了往下坠 然后再往上升 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此到底会在什么登陆 我们预计整个中心登陆 还是会在北花莲到宜兰之间 那么最有可能的登陆点 分别是在秀林到南澳之间 有一条溪叫做和平溪 但是是不是就会在和平溪登陆 这个在今天到现在到深夜 我们还得持续在观察 不过我们另外要提醒的就是 以这张图来说 您可以看到最大范围的这个圈 是七级的暴风圈 那么中间这个红色的圈 比较小的是十级暴风圈 那么这十级的暴风圈 在现在还有今天深夜 就已经会为宜兰跟花莲 带来狂风豪雨 因为这十级的暴风圈也是风雨最剧烈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包括了宜兰花莲 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都要格外的警戒 这两天下来我们也很快速的带大家 一块来看看到底这两天已经下了多少雨 告诉大家非常的惊人 因为您可以看到 就是因为台风中心接近的影响 所以太平山累积雨量已经破了800毫米了 秀林这边也有517毫米 台中市的和平山区这边也有442毫米 甚至就连南部屏东的太武乡 这边也都有413毫米 就风力的排行来说的话 我们也赶快来看 这风真的很狂 因为花莲市在刚刚就已经出现了14级的狂风 那么蓝雨13级 苏澳13级 彭家雨11级 新屋也已经出现了10级 从今天深夜一直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 就是台米台风为台湾带来风雨最剧烈的时候 那么因此我们在这边要特别特别的提醒 没事真的不要外出 待在安全的地方 所以在24小时的风跟雨的预估方面 首先风的部分我们要特别提醒几个地方 严加的戒备尤其紫色的这些区块都是在24小时 会达到超大豪雨雨量等级的地方 超大豪雨等级雨量是多少大家知道吗 24小时就累积500毫米 所以特别提醒包括了南投 还有包括了嘉义 以及台南高平台中宜花山区 这几个地方都要特别特别小心 这个致灾性的雨量 而且严防好雨还有台风所带来的灾情 那么另外在24小时的风力预估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现在整个风最强的地方就在宜兰还有东部地区 可是当台风登陆之后 风就会减弱 所以接下来在整个北部还有西半部地区将会都有9到10级的强阵风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明天在全台各地几乎都是达到放台风价标准的 所以最后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了 尤其今天晚上到明天礼拜四这一段时间 因为台风的中心过了这个北部山区之后 接下来紧接的就是强劲的西北风 再加上了后续还有红台位 也就是西南气流 所以接下来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甚至礼拜五 我们就要把焦点放在这个中南部地区 小新红台位所带来了超大豪雨灾情 再把时间交还给宇叔